最近加紧脚步企业陆续公布营收 然后就是财报了 怎么样反映在盘面当中 哪一些财报基优股不能够错过 坚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今天最新的财报先来解一下 这是营收面板双雄 第一个是友达 友达公布了10月的营收 越减13%年增23% 另外党群创同样越减13%年增10% 最近股价在拼反弹 如果两党都是越减年增 最近在拼反弹 有没有机会再延伸上去 有机会但是力道不会很强 为什么会越减呢 大家本来就预期到了 因为拉货高峰已经过了 进入第四季的时候 11月12日 10月11月12日 它是慢慢往下降的 因为面板会先拉 你说下游的需求 就已经先拉货了 所以是呈现越减 但是一个好处是年增 去年最坏的情况 今年没有那么坏了 就是第四季是淡季没有错 但是它没有比去年差 所以到了明年以后 它就如果说 这个供需的部分 还是开始做持续的调整的话 就有机会慢慢打底 好了我们看怎么看 还有机会往上继续谈的话 这个上升轨道 两党都一样 不要跌破 基本上都还有机会 但是他们就是跌升反弹 好 所以就算涨也只是跌升反弹 对跌升反弹 OK 这是友达跟群创 那到底在今年的营收跟财报 谁会有戏呢 其实财报 我看了第三季以后 当然有好的有不好的 但是你说全面性的很好 好像也没有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去抓一下 我做一些比较 有一些条件 前三季你要赚钱 累计获利是正数 不能说第三季赚钱了 是没有说你转亏 但是前面亏太多 加起来是负的 我就先不考虑了 因为他可能说 转机性可能 短期间已经反映过了 另外一个第三季的EPS 一定要大于第二季之外 30%以上 就是QOQ的计真率 要30%以上 我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这个不是说我成长就好 有时候我第三季两块一 第二季两块 0.1块这也要成长 但是幅度很小 我要这样30%以上 这是过去的第三季 新的我们这几天 在公布十月份的营收 我十月份的营收 要呈现双成长 要比上个月成长 也要比去年同期成长 为什么讲十月份要看呢 因为它是代表第四季 对 甚至第四季 对 还说第四季 进入第四季之后呢 我的营收不见得 就继续往上成长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第三季比第二季好很多 第四季又要比第三季好 就是说第四季还没有结束 未来可能会继续好 那不是逐季好 对 季季好 这个就我们从这条件来看 另外一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MACD的柱状土都必须要翻红 起码你的柱状土要在翻红的阶段 那攻击力道可能就会比较强一点 好 第一个要赚钱 第二个可能要赚得比上一次更多 第三个跟去年比起来 也要赚得很亮眼 然后技术现行不能够太难看 对 不能太难看 来选出哪一些个股 我想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排序的 这是EPS 这第二季EPS 这是第三季 单季的EPS 这是寄增率 这是十月份的营收 越营收 越成长年成长 越成长年营成长 你可以看到都是成长的 那么寄增率 490% 297% 100% 这两档个股叫同伯基板 这叫AI的组装 然后这是端子 这是IC设计 分散到什么 你能不能感觉到一个东西 AI当然有在继续好的 继续好 然后一些周边的零组件 包括了手机 相关IC 甚至NB的部分 都开始在加温 都在加温 所以你看到第三季 年冒0.11跳到0.65 当然机器是比较低的 采光店好公司 3块跳到6.04 所以它幅度很大 技嘉1.4跳到2.33 这都是AI相关的股票 胡联0.73到2.9 玉碳1.84到2.97 不少都是量大 而且热门的 我们一档一档来 来 联帽 好 联帽的部分 我觉得它股性真的很不好 对 我先讲它股性真的不好 涨个一天 然后就回个这三天 但是MACD翻红了 它等于说 我这边就是打底 我们不用看那么远 它就在打底 未来就是一个局节 它高点可能要过去 有点难 好 这底情打出来之后 这个缺口 如果刚好在寄线位 它能够站上去之后 应该就有机会挑战这里 如果上不去 可能就这个相形区间在整理 你就这样来回操作 过去以后就往这边挑战 你可以用阶段式的操作 先从这边操作 过了以后 它可能就往上拉 OK 好 下一档 胡联 胡联的部分呢 它最近有弹上去 站上所有均线 因为我成绩它还算不错 大家看到 其实以它的获利来看的话 才100多块 我说实在有时候被低估 我觉得股价这个均线纠结的区域 它已经站上去了 唯一的缺点是说 这边的套牢量很大 你看到碰到 可能你不要追高 这边不要去跌破 不要失守的话 逢低接就可以了 OK 台光电 台光电一样是铜箔基板 它的成绩单就比较好 不过呢 因为姿态都很高 我觉得它或许它就是反弹 但是这边的压力 过不去 这一次或许反弹到这边 又过不去 这个就一个区间操作就可以了 但是MACD有翻 但是MACD的柱状体翻 但是它在零轴以下 它就是属于一个跌深反弹的架构 就是你要去分别 除非MACD回到了零轴以上 柱状体又越来越大 它的攻击力道就会比较强 如果空手的 想要布它的未来的话 怎么布会比较安全 我觉得粘着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这一波的反弹它能够上去OK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先不要看那边 这里的惯性它已经跌完了 它已经突破了 所以压回来 这个上升轨道 你就可以站在买方 那有没有机会去挑战这里呢 就看量的变化 因为量还没出来 如果量有多一点的话 它就有机会 AI的技嘉 你看成绩单好 为什么摔成这样 其实比较说技嘉 刚刚我看了一下 伪创也公布了 第三季的EPS也是跳上去 都比第二季好 它也是比第二季好 好了 技嘉它要动的话 因为它是比较晚跌的 它有点跟应该说广达一样 是伪创先跌才轮它们跌 对不对 它跌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慢慢反弹上去 但是攻击力道 要靠伪创带 因为这一波伪创 如果说能够强 其实昨天很可惜 有见到三位数 站不上去 如果说它能够站上去 攻上去的话 其他的组装股票就跟上去 伪创昨天我们才来讲说 它的筹码好不容易在修正的时候 稍微往下沉淀 昨天融资增加第一名就伪创了 又灌进来 对就筹码问题 所以今天外资又到货 但是它底型来看的话 感觉上先比技嘉还要找足底 所以我才说伪创要攻 所以这一波看伪创 对伪创 因为它的儿子叫伪颖 对 伪颖更强 其实这一波6669 你可以看伪颖的股价呢 它是底型都已经出来 颈线都站上去 它是先上去的 上去之后 伪创能不能被带 带到我们的话 技嘉就有机会 你就可以先观察这些领先的股票 它的强度怎么样 再回去看技嘉 了解 预探它资产就比较高 这一波它已经先攻上去了 有没有MAC在领转 它是个多头的价格 但是有点最近攻不上去了 量开始收量 所以我会觉得 应该会在这边先整理一下 是 回来这里 这跟到大量的 大量的 红K棒的上源 不要去点 上次测试一遍 这里不要跌破 多头的架构就存在 OK好 玉泰最近当量量也比较小一点 接下来哇 M30 你看这个也是 2.82跳4.45 这寄阵率三成以上 这个营收 都是月增年增 这个都是一样 但是你看达尔夫是双位数 全新也是 难怪最近PA的股票 都还蛮强的 这些大家看 数字我就不念 我们可以看一下M31 M31今天一度千元 这个千元关卡 通常一档个股 当然这个整数就是个坎 这个千元会怎么过 还是它可能是个卖牙 OK 我觉得如果说 千金股 现在这个四星科 已经三千块了 如果说千金股都互相比价上去 因为他们到年底 我觉得他们虽然股价高 但是股本都小 对 你觉得会不会变成一个坐上的焦点 很多有可能 而且呢 你有没有看到 我在打什么 头肩底 它形态打得很漂亮 所以只要它的量 筹码不要跑掉的话 基本上来看的话 它是有机会上去了 所以头肩底的形态 不要破坏掉 是OK的 那短线上当然看五日均线 中长线呢 你们看月季线黄金交叉 月线的位置点 不要去吃手 中线的架构呢 是可以往上的 OK 好 这是M31 接下来达尔夫 生技美容保健相关 也快到旺季了 这个 11月30号 有一个医疗科技展 对 所以呢 又有一些题材性 双11这些搞不好 也有很多人去买美容科技用品 而且营收也还不错 对不对 你可以看达尔夫 最近很多新药股先拉了 他也上去了 因为我有成绩来 只是说他的股息来看 量也不稳定 我觉得能不能过关再说吧 没有过关的话 你就不要追 去观察 他也可能很快要揭晓了 因为过关151.5 很接近 但是他的量就是不稳定 一下大量 对对对 你看不是很稳定 很难抓 所以你看他涨不要去追 就像今天冲上去 哇 流上影线 因为前高的压力还是存在的 能不能过 我们要观察一下 是好 这是达尔夫 接下来景德 这也是跟手机有关系 这个相关的一些零组件 3152景德 景德的股价呢 其实说你看他的0.93 跳1.3是不错 但是股价很高 本益比有点高 所以他没有说有机会上去 但是空间真的有限 我觉得平行轨道这样操作就好 而且这里能不能过 上次碰到也就有压力了 而且你看量对照一下是不够的 他提醒量量很少 对量很少 你看今天才61张 所以流动性的问题 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OK 接下来全新 PA这件很红啊 对 稳帽宏杰克都上来 其实稳帽宏杰克的力道 尤其宏杰克这一波力道上还蛮强 那全新呢 涨一小段又休息它 但是我会觉得 全新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MACD 09以上 对 它其实开始技术面有在转强了 当然基本面来看也是在好转当中 而且刚才讲过 它的营收十月份月增年增是双位数的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股价应该是有机会 只要五日均线不跌破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 金金涨的模式往上攻 OK好 生家电 生家电只是这一波里面 很强的IC设计 这感受原件的部分 属于IC设计 你看看技术面也都是很强 但今天高档拉回第二天 而且今天也稍稍跌破了五日均线 所以亮缩被还了 对亮缩 但是呢 拉了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啦 短线上可能会稍微整理一下 短线可能会稍微整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 延拉幅度还蛮大 很陡 这一段时间它很陡 所以回来来看的话 五日均线跌破之后呢 可能需要休息 休息的话我们就抓这里 这跟红K棒的低点 大概500整数关卡左右 对 要去跌破 另外跟大家讲一个 她的妈妈前面我们介绍过了 折叠手机里面有没有细创 生家长了妈妈还没长 会不会换妈妈长还休息 所以我今天说 他们有些IC设计 小集团互相持股的 会不会有一些概念 所以我才说 前面的细创如果能拉的话 会不会带动200块 100块很多的IC设计又比价了 因为千金的已经上去了 五六百也上去了 那一两百的会不会动 可能就是未来一两个礼拜 大家可以观察中 太好了 谢谢建成老师先回座 这个逻辑很有趣 大家去揣摩一下下 最重要是这些都有机会 如果反弹是所谓的有机之谈 各股操作策略 就给你做参考了 今天的压轴我们交给李市长了 刚刚帮大家把未来的房市 轮廓勾勒出来 接下来可能会反转 时间落在明年的第一季 那我就要问了房价 李市长说往下跌空间不大 那现在首购族换屋族 还要再等吗 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